近日从事港澳事务工作约30年76岁的陈佐尔在北京接受了中心社记者专访 曾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经历港澳回归有关谈判工作 见证了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与实践 陈佐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陈势而上的港澳一定会有更好发展 善于抓住机遇 趁势而上 比如在共建一带一路 在约港澳大湾区建设 等等国家发展策略的实施当中 能够善杂机遇 能够趁势而上 港澳一定会跟国家一起 同甘共苦 共命运 共发展 一定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1994年起 至香港回归 陈佐尔作为中英联合联络小组中方代表 就政权交接和平稳过渡问题与英方谈判 香港回归祖国 是一个伟大的工程 香港被英国强占去150多年 中华民族的人人志士 优秀儿女 可以说是前赴后继 一代又一代要把香港收回来 可是呢 多于失败而告终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面 香港才回归了祖国的怀抱 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一国两制 没有一国两制 就没有港澳的回归 陈佐尔表示 外交谈判是互相妥协的过程 他坚持把国家利益置于最高 并在谈判中接力维护回归后的香港利益 对于1997年初 英方企图通过香港财政预算案 连续十年以高于经济增长 五倍速度提高社会福利 陈佐尔严正指出 任何跨越1997年7月1日的事务 都需经中英双方协商决定 高速发展社会福利 可能一时会打好部分人 但将使未来中国香港特区政府难以为继 中央政府完全是为香港的未来福祉着想 对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 我们就比如 你必须要按照基本法 良如为初的原则 来安排你的财政 回顾历史 是为更好的面向未来 陈佐尔认为 改革开放以来 特别是港澳回归后 与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 港澳要抓住发展机遇 11月12号 习近平主席 在北京会见了 港澳社会各界人士 他对于港澳同胞 在改革开放40年当中 所做出的贡献 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还对港澳同胞提出的四点希望 是四个更加积极主动 它不仅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保障 也是在新时代推进一国两制事业的指路明灯 改革开放以来 历经教师 新闻工作者 港澳事务官员 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等岗位 现在的全国港澳研究会创会会长 陈佐尔在北京大学 厦门大学 中山大学 澳门大学 等知名高校任兼职教授 经历不同领域的工作 陈佐尔称最喜欢的职业还是教师 我原来是当教师的 我很喜欢这个职业 应该说的话 这个职业是我最喜欢的 因为我觉得做教师 不但能够把自己的所思所想 自己获得的知识 能够跟下一代 或者再下一代的年轻人分享 而且能够从年轻人身上 也学到很多东西 学到很多新的知识 新的理念 新的生活的方式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